自由是什么 很多人会说是当我们能够随心所欲 自己做出当下的选择 而自由应该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呢 大多数应该是喜乐也自满 因为能够有控制权 也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弟兄姐妹们 你们有多自由呢 当然 我不是要一个对或错的答案 而是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多思想 确认我们对自由的了解 和定义是什么 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 耶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而罗马书八章一节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我们知道基督的救赎 已经使我们从世界的捆绑 威胁攻击 得在恩典和主的义里的释放了 但我们要更深的问自己 我们真的活在基督里的自由吗 耶稣为我们赎回来而赐给我们的 不是一个抽象的真理 或是一个进天家后才得到的 乃是现在 在我们的现实里 能够给我们生命 喜乐 见证和能力的经历 而要享受这个自由的秘诀 就在于我们的归属感 从哪里来 我们会读到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里的人物 都享受到在主里的自由 那是什么给他们这自由的喜乐呢 我们很多的答案会是信心啊 当然这是对的 但还不够深 因为每个人都是靠信心活 而西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也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切据 但那些给我们属灵前辈自由的 其实最终是他们信心的对象 和当他们看到这对象带领他们到何处 秘诀就是渴望到达对的地方 那就是天国 若我们真的渴望 而相信能到得了天国 才是我们的满足 那我们会不那么容易的 被世界的事带去 或今生的荣耀成就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若我们看清了自己只是世界的客旅 来完成主在我们生命的计划 而未来是要回到天国的 我们就会自由的为主活出我们的生命 而不是被一个要属于这个世界的心来被困住 真在主里建立的信心 是从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看得出来的 就有如圣经的各个人物 虽然软弱过 但也活出了顺服主的信心 见证 他们的故事到现在还是在对我们说话 因此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在主里的自由会成为我们在世界里的保护层 也在未来的保障 经文里给了我们很多如何活得像自由人的例子 不是一种放纵的自由 而是一种有窃据的自由 一个从对的来源而生出的自由 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而我们也不再是这世界的价值标准诱惑的奴仆 因为我们的目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 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说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也能满足的得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 菲利比书四章十一节和十九节说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那当然 虽然懂了这些真理和话语 我们还是会把这些应许和属灵的定义 埋没在我们自己的情绪和思想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常问 我想要多自由 我们的肉体会用不同的方式 阻挡我们享受到完整的属灵自由 使我们被绑在我们的欲望 私欲自尊心里 使我们觉得失去了这些世界的事物 就好像失去了一切 但耶稣已经说了 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让我们多思想这句话 祷告 而让这句话留在我们心中 我们圣灵对失去一切的真正定义是什么 其实世界的声音虽然多 但主的事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谁选择握住这世界的一切的 其实正在放掉主所匆匆足足预备给他们的生命 也得不着今生蒙恩的果子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以圣灵来回应 耶稣要我们找到的是更大 更持久 更真的自由 无论如何 不要轻易的接受其他的自由 除了在主所要赐的自由以内 不断的寻求信心的能力 来奔跑主为我们所定的道路 就像之前的属灵前辈们所跑的 而继续确认我们的身份 为世界的客旅 天国的子民 因为在这世界里最自由的人 是能够靠这主 不被世界捆绑的人 祝包守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